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Hello 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摄影师张可岳 相信大家身边都有很多这种情侣朋友 今天我们就要来拍一组情侣写真 然后我们准备用到胶片相机和手机一起来拍摄这套写真 我们今天的准备就用一些在家里比较常用的一些场景 比如说像这种有挑窗的沙发 还有我们到时候会去厨房 还有一些简单的外景来拍摄 希望对大家有一些帮助 我是摄影师张可岳 欢迎跟随我们原来这么拍的脚步 一起走进摄影师的拍摄现场 MING PAO CANADA // MING PAO TORON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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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同类型的照片 我把这个画拿掉 这个颜色有点突兀 我先放这边 现在我们的手机 其实功能都比较强大 在适当的调色下 可以模仿胶片相机的色调 从而使得拍摄的成本 和难度都大大的降低 当然了 其实手机也只能做到模仿 还是没有办法完全取代胶片 在某些拍摄的情形下 还是比较实用的 你在它后面 你让它后面去 然后之后这样子抱着它 然后之后就打鸡蛋 比如在模特移动的时候 用手机呢 其实就可以进行 很方便的抓拍和连拍 胶片相机在这点上 就比较需要运气了 要弹吗 要弹啊 女生麻烦啃它 来 一二三 对啊 随便啊 随便 对啊 就这样搂着 然后靠近一点 超好看的一个无敌逆光在这 在室内场景拍摄的时候 我们要善于观察一些有意思的光线 比如这里摆着窗它投射的光线 就可以给照片增加一些趣味性 手机在拍摄的时候可以很容易的来控制曝光 我们用上下滑动这个屏幕就可以了 当我们在室外进行拍摄的时候 就可以依赖相机的自动测光了 因为一般来说光比不是很大的情况下呢 自带的测光还是比较准确的 你怎么就下来了 来 一二三 一二三 OK 一二三 好 今天我们这一卷胶卷已经拍完了 我今天用的这卷胶卷是来自科大公司的Portra160胶卷 我把它当做ISO125来拍 但是它的标的ISO是160 那为什么这样子呢 就是因为我想稍微故意的就是说过曝一点来拍摄这个照片 因为今天两位模特的衣服都是偏清淡为主 而且大家也都知道嘛 就是说拍秦丽雪珍的话 就如果说画面比较亮的话可能会好看一点 因为同时呢 我也用手机拍了一些片子 同样的我在拍的时候呢就已经把这个曝光的量提升了 这样子的话可以达到类似的效果 让画面显得更加的简洁和明亮 所以说今天我拍的手机的这些片子的话 在后期调色的时候呢 我也会尽量利用手机APP来向科大Portra的这个色调来靠近 这样子的话其实对于一般没有很多时间来拍胶片机的同学们来说的话 也是一个非常好的一种方法 我是摄影师张可岳 请期待我们下一次的摄影揭秘 原来这么拍 你也可以做到 感谢您的感谢您的感谢您的感觉